可以透過電視見面 目前只有對過一場戲 但我覺得好像不太容易 因為畢竟戲裡都有搭的人 不寫比較搭不到 會跟他對寫的時候會尷尬嗎? 畢竟這麼熟 覺得還好 因為畢竟我們這一檔 就是戲裡面 可能他只是我很好的姐妹的男朋友 就是我們關係真的蠻遠的 其實遇不太到 那就算遇到了 我們也沒有太糾葛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還好 我們連後台都遇不到 因為我目前連在休息室都沒有遇過他 對我們完全沒有遇到 那你這樣子時間不夠錯開 見面機會更少 可以透過電視見面 對大家可以重新見面 你說怕他真正揪回到對象 應該不會吧 我覺得大家都是專業的演員 應該我覺得應該還好 而且畢竟就是我覺得 大家也都算熟了 對所以我覺得還好 目前沒這個想法 對因為我很享受在工作的狀態 就覺得現在的生活我很滿意 很開心 所以沒有想要改變 對對對 因為他也沒有壓力 然後我也沒有壓力 那我們也就既然都沒有壓力的情況下 我們就覺得 就是我們覺得兩個很開心 比什麼都還重要 最近 就大家說躺著轉很好轉 可是其實躺著轉呢 我們有一場戲是要急救那一場 我們拍了兩天 那兩天呢 其實拍完那場 就不總覺得要更 更有戲劇張力一點 對 然後描針就是演我媽媽的描針 他就是要捶得更大力 所以我連續被捶了兩天 然後被進了那個就是CPR這樣子 被壓 對 然後我覺得雖然我不用說任何台詞 然後不用做任何表情 可是其實這是最難 因為你要腦子你不能呼吸 然後你又要被壓 然後你又被摸 然後又要就是那個媽媽的雷神之捶 這樣啪啪啪啪啪 然後喊咖的時候 我的臉就是因為要憋氣 我停一下我臉整個腫起來 就是憋氣的腫 對 然後拍到第二天 我覺得看到播出 我覺得那個效果大家都說 哇媽媽真的太感人了 就是要救兒子這一段戲 然後其實雖然感人 其實檯面下有點好笑的是 媽媽那幾天剛好那個來 然後他要跨坐在我身上 然後他想說拍完了 他總共拍完了 兒子拍完了我才跟你講 其實我那個來 就是然後他說 然後結果他講完這句話 然後副總再跨上去一次 我說媽媽那你小心一點 了 然後他們說